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泰国周刊 第一,是一名泰国警察涉嫌轮奸14岁少女长达两年 据泰国媒体联合报道 本周四,儿童青年和家庭基金会的官员向泰国司法部部长宋萨提交了一封请愿信 要求为一名14岁的女孩伸张正义 据称在2021年3月至2023年1月期间 泰国李府一名十几岁的女孩被15名男子多次轮奸并导致她一度怀孕 其中至少有11人是泰国皇家警察 据该基金会介绍 一名警察中尉带领至少10名下属参与了这起案件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11名嫌疑人 全部都是泰国警察 其中5人被保释 此外还有4名嫌疑人参与其中 但身份尚未确认 受害人的家庭成员构成非常脆弱 家里只有这名女孩 她的母亲和失明并身患残疾的祖母 虽然受害人现在已经离开了该府 但依然会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 15名嫌疑人中现在只有6人被羁押 其余的9人还可以自由活动 这让受害者一家人感到非常的害怕 该基金会正在向司法部施压 要求加快案件的调查进度 并对受害人和其家庭成员提供保护 每期的泰国周刊 我一般都会把政策和经济方面的新闻放在前面 那些比较吸引眼球 但仅仅是吸引眼球的东西 我会放到节目的后面 但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既可以吸引眼球 又能让人愤怒 但又不能仅仅是瞪着眼睛愤怒 从年初至今 警察给网红开盗 警察因电子言而敲诈 警察参与走私 警察开枪杀人 泰国的警察绝对是开年以来最忙碌的一群人 一个国家的治安可以不好 但只要政府和警方努力 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但如果警察也参与到一桩又一桩类似的案件中来 谁又能做那把开启平安的钥匙呢 第二 一月份出口萎缩4.5 泰国遭遇过去十年来最大贸易失事 泰国商业部本周公布了 2023年一月份的经济数据 显示泰国出口同比萎缩达4.5% 出口总额为202亿美元 而进口总额为249亿美元 这使得2023年一月份 赤字达到了46.5亿美元 这是泰国出口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降 其中制造业下滑5.4% 农产品下滑2.2% 农户产品下滑3.3% 即便经济学家认为 在今年的第二季度情况会有所改善 但泰国央行认为 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二月份仍将保持出口负增长 可想而知贸易赤字还会继续创新高 第三泰国委员会提议立法色情服务合法化上路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泰国社会发展和人类安全部 妇女事务和家庭发展部 将主持起早一部新的法律 毫无疑问的是 这有可能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 这项新法律将确定泰国色情服务的合法化 允许20岁以上的人群自愿提供性服务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政府相关部门将持续分析该草案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同时仔细考虑是否会损害泰国的声誉 说到声誉 我又想起刚刚我们说的第一条 希望司法部也可以考虑一下 这起恶劣案件对泰国声誉的影响 好 言归正传 该法案预计将于今年8月前后完成 并提交给新政府进行审议 第四 泰国证券交易税无限期推迟 本周五 泰国财务部长阿空承认 证券交易税修正案提案已经被撤回 大选近在眼前 这项法案预计无法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 被撤回的原因是 泰国资本市场理事会提出抗议 他们认为当下征收股票交易税并不合适 按照财务部提交的议案 证券交易税税率按交易总金额的千分之1.1征收 将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年按千分之0.55税率征收 第二年开始执行全额税率 看样子 新的税收只能等大选后再见了 第五 金色眼镜蛇军演开始 首日一名美军士兵丧生 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是亚洲最大的陆地军演活动 今年的演习从本周二开始 有包括美国 泰国 新加坡 日本 印尼 韩国 马来西亚等30个国家参加 美国投入了大约6000人的兵力 而泰国也有超过3000人参与演习 在军演的首日 一名美国士兵死在华府里府一个军营的浴室里面 他的头上有一道伤口 据泰国媒体报道称 这名士兵可能在洗手间滑倒 然后给滑死的 不是 应该是摔死的 但军方尚未透露更多的信息 第六 泰国私立学校陷入困局 累计被欠费约30亿泰铢 疫情之后 泰国私立学校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个别学校甚至因声援不足和拖欠学费而倒闭 据泰国媒体报道 目前全国教育系统内被拖欠的学费总额在30亿泰铢左右 去年新学期开始前 至少有50所学校宣布倒闭或高价出售学校土地 但对于采用国际学校管理模式的私立学校来说 即便是提高学费也依然能够获取声援 这种两极分化就像正在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一样 势必会导致泰国教育资源向有钱人进一步倾斜 第七 泰国大选年将产生一亿泰铢流动性 不久前 泰国总理8月宣布将在本月解散国会 以确保全国大选能在5月7日开始 泰国商会大学校长预计 今年大选的竞选资金可能高达1000亿泰铢 这可以有效拉动国内消费 机构普遍认为受此影响 今年整体表现较强的五大行业 分别是新能源汽车 展览展会 电商 餐饮服务和美容产品等 第八 中国商人涉嫌制假犯假 事案金额1000万泰铢 本周初警方和地方官员在佛同府 查获了大约20万件 价值约1000万泰铢的假冒汽车零部件 经调查 嫌疑人在仓库中存放了大量假冒的汽车和摩托车零部件 并将这些零件分销到汽车零件商店和修车店铺 同时这些商品还在网上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 设计品牌包括本田亚马哈和NSK等 第九 电信巨头处和DTAC合并成功 本周四 泰国政大集团旗下电信企业处和欧洲大型跨国电信公司旗下的泰国DTAC公司 在曼谷宣布合并成功 两家企业在排除万难之后终于成功注册 并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信企业 合并后他们将拥有5500万个手续号码 市值也跃升至2940亿泰铢 新公司仍以处为品牌名称 并宣布三年内将实现全泰国5G移动通信系统达到98%的覆盖率 第十 泰国男子打横幅感谢法庭监禁他的两个儿子 泰国媒体报道 本周初来自乌龙塔尼府的一名老人 在他的皮卡车上悬挂了一条巨大的横幅 他感谢乌龙塔尼法院将他两个儿子分别监禁33年和25年 法院裁定他的儿子因土地纠纷试图谋杀 这原本是一个送五逆的案子 但老人的亲戚和儿媳却不这么认为 知情人说双方确实存在很多摩擦 但起因是老人把孩子给他的钱花在了年轻女子的身上 而且禁止两个儿子去医院探望生病的母亲 这让孩子们感到非常不满 因此双方的冲突才会升级 第十一普吉岛7600多名俄罗斯游客希望延长签证 现在的普吉岛显然已经成了俄罗斯游客的天堂 目前大约每天有一万名游客来到这里 其中最多的就是俄罗斯人 据普吉岛移民局局长称 现在有超过3.1万外居游客希望延长他们的签证 其中有近7600名俄罗斯人 他们大多数持有旅游签证路径 停留时间不能超过90天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 俄罗斯游客在签证到期之前离境 去泰国周边国家可以无限次的再次申请旅游签证入境 这政策跟泰国对待东盟其他国家的游客是一样的 第十二政策失误导致利贝岛旅游业损失1000万泰铢 根据泰国渔业部规定 任何配备商业捕鱼设备的渔船都被视为商业企业 而不是当地渔民 他们必须在深海作业 禁止在近海捕捞 利贝岛大多数当地渔民的船上都有商业捕鱼设备 但是他们的船都不够大 无法去深海捕鱼 因此当地政府允许他们在沿海地区捕鱼 而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部 则禁止渔民进入国家公园地区 政策上的冲突不会阻止政客们把酒言欢 却严重影响了当地渔民的收入 深海去不了 近海又不让他们去 一气之下 他们就把所有的渔船都停靠在码头上 这一做法导致利贝岛的海上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旅游业损失超过千万泰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